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关于无线网卡和无线路由器 一共做了11个视频 算上这一集一共11个了 做这些内容的起因 是因为之前买了一个 Intel 9260AC的无线网卡 这是一块台式级的网卡 接口是PCI-E的 没想到买回来之后 它速度又慢而且还不稳定 路由器用的是华硕的AC86U 算是小千元级别的路由器 本以为和路由器没什么关系 实际上却没想到 无线网卡和路由器有着重要的关联 作为一名小白玩家 容易被网卡和路由器 那个产品介绍上的文字所迷惑 真正买了才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的 除了这些 通过这段时间的折腾 还获得了一些关于 无线网卡和路由器之间的速度优化的经验 希望能帮到遇到同类问题的小伙伴 这一集是总结的终极版 我把这段时间自认为有用的 打破自有观念的信息分享给各位 尽量不展开 因为详细情况在之前的视频中都有介绍 下面开始罗列总结收获 路由器和网卡之间的连接好不好 不能看连接速度 就是那个网络信息 网络状态的那个连接速度 这个速度虽然很说明问题 但是它有可能是个虚的 也不能看信号就是那个dbm 同样的信号表现可能不一样 也不能看网络质量的那个百分比 因为有的时候明明写着百分之百 或者是百分之九十 但是它的传输速度特别差 而且不稳定 那该看什么呢 我总结的 要看复制文件的速度和稳定性 我常用的办法是这样 从局域网的ns网盘 复制一个几十gb的电影文件 到台式级或者笔记本上 因为复制文件的时间很长 这段时间可以观察复制文件的速度 就是每秒钟复制了多少mb 或者复制一记用了多长时间 以及它的稳定性 是看这个速度是忽高忽低的 还是一直都是那么高速 在这里ns网盘是用有线的方式连接到路由器 一般都是千兆路由器搭配千兆网线 ns网盘它也是千兆的 ns网盘和路由器之间不会有网络瓶颈 另外因为它是有线连接 还不占用无线wifi资源 我之所以不用运营商的那个服务器测试 是因为它不够快 我这用的是联通的200兆光纤 最快的下载速度也就是每秒钟20多兆 ns网盘它的读取速度 大约是每秒钟80兆左右 这也就说明了 我的这套测试方法 比普通的上网的需求更严格 普通的上网和百度网盘下载 最大需要每秒钟30兆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容易 如果局网里有ns网盘 每秒钟30兆就不好用了 移动终端设备和路由器之间要尽量避开干扰 如果你觉得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的接收信号不好 可以把台式机或者笔记本放在路由器的旁边做测试 这样可以排除干扰 这也算是wifi信号的最佳状态 如果距离这么近复制文件的速度还是慢 那就可以排除距离问题和障碍物问题 减少设备和路由器之间的干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少这两点之间的物理障碍物 比如把路由器放在高处 把台式机也放到高处 这两点之间的障碍物越少越好 这个高度越高障碍物越少 越低障碍物越多信号越差 好的信号主要依靠路由器 虽然华硕AC86U路由器它支持4x4的MIMO 但还是要尽量减少终端设备的数量 另外还要合理使用2.4G和5G wifi 分散连接 别把所有的设备都集中连接到5G wifi上 优质稳定的信号还要避开周围环境的路由器的干扰 比如家里如果有连通赠送的光猫 它可能自带WiFi功能 我们可以关闭光猫的WiFi功能 只保留它的拨号功能 使用我们自己的路由器的WiFi信号 否则光猫的WiFi会干扰到自家路由器的WiFi信号 它会起到反作用 还要检查周围环境的5G wifi 如果你上网的那个点能检测到邻居家的5G wifi 我们就要修改自家的5G wifi的信道 我发现手机换用2.4G wifi之后 微信朋友圈的视频竟然不卡了 以前连接5G wifi的时候播放视频前几秒会卡 估计是5G wifi占用的太多 也有可能是缓存 现在这台AC86U路由器 设置成了每天晚上自动关闭2.4G和5G wifi 我刷了梅林改的固件 可以设置无线排程 每天晚上12点自动关闭WiFi 每天早上8点自动启动WiFi 这样不仅可以让路由器歇一会儿 还能让自己早点休息 远离手机 这些天又感受到了没有WiFi的日子 移动网络的速度真是慢 如果没什么事还是早点睡吧 9260AC这个网卡它属于性价比产品 对它不要期待太多 它貌似有很多新功能 但是核心性能偏弱 如果再让我选 我当时应该多花点钱购买那块黑苹果免驱的网卡 估计连接速度和稳定性和我这台苹果笔记本差不多 既然买了用了一年多了 又经过这阵子的折腾 还算说得过去还能用 之前是因为不了解 现在了解了 知道怎么避免问题 改善它的使用环境 现在可以每秒钟50到60兆的复制速度 估计能撑到WiFi6的成熟器 到时连路由器一块换了 下面再补充两点 天线延长线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你的台式机也是放在桌子底下 强烈建议你买根天线延长线 我现在在平时使用时 会把延长线的那个接收器随便放在桌子上 当需要速度的时候 比如百度网盘下载 我就会把那个接收器高高挂起 这样可以让百度网盘 跑满连同的接入带宽 每秒20多兆 另外一点 9260AC这个网卡 它的上传性能不行 很弱 天线放在桌子上 上传速度每秒10兆左右 如果把天线高高挂起 每秒钟可以到20兆 但是同样位置 同样高度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它的上行要好一些 大概每秒20到30兆 有时还会更高 经过这11级的折腾 学到了很多知识 现在心态放平和了 就算是在遇到网速慢 不稳定的情况 我也不纠结了 因为我知道问题出现的原因 也知道 它这个差能差到什么地步 我更知道通过什么办法能改善它 我还知道它改善之后 最好能到哪 从最差到最好 我都是可预期的 所以就这么用吧 能想到的收获就这些 以后有什么新发现 再和大家分享 那么这集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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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